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七尔医生 今天我们聊一个话题 就是新冠病毒感染以后会导致什么呢 大脑的一些神经系统的一些症状 我们很多人在新冠过后经常发现 今天会有头晕头痛焦虑失眠 甚至会有什么呀 会有抑郁等症状的一个发生 有的人甚至疲惫不堪 那么这其中有很多的机制 其中新的一些科研发现了一些神秘的 或者说它真正的一些致命的原因 我们来看一看 昆士兰大学科研团队发现 新冠病毒可以导致脑细胞的融合 引发导致慢性神经症状的一个故障 脑细胞竟然发生了融合 在这个过程中 神经元要么开始一起发射 要么完全停止工作 为病毒感染对大脑长期影响 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并可能适用于其他感染神经系统的一个病毒 病毒原来有这么强大的一个破坏作用 COVID-19就是我们的新冠病毒 会使神经元经历一个细胞融合的过程 我们的大脑神经元会融合在一起 在神经元感染以后 睡状的S蛋白会出现在神经元中 一旦神经元融合以后 他们并不会死亡 要么开始同步发射 要么完全停止工作 这是一个激励 希里亚德教授将神经元作用 比作连接厨房和浴室的开关的电线 什么意思 一旦发生融合以后 每个开关要么同时打开厨房和浴室的灯 要么都打不开 或者就是你一开灯 浴室和厨房的灯同时都亮 要么就是两个地方 一个你也打不开 这对两个独立的电路来说 是一个坏消息 在目前对病毒进入大脑 所发生的这个事件中 以前有两种结果 我们认为要么是这个神经细胞 会发生死亡 要么就是什么呀 有炎症的发生 但现在出现了第三种可能 第三种可能就是既不死亡 也没有炎症 而是神经元融合到了一起 这些病毒有哪些呢 除了我们的COVID19新冠病毒之外 还有包括HIV 就艾斯病毒 狂犬病毒 日本脑炎病毒 麻疹病毒 还有单纯泡疹病毒 这项研究揭示了病毒感染期间 发生神经系统事件的一个崭新的机制 这可能是神经系统疾病和临床症状的 一个主要的原因 包括哪些呢 比如说经常的头晕头痛失眠 焦虑抑郁等等 需要很长的时间来慢慢的康复 慢慢的恢复 这也给我们很多病毒感染后 包括新冠病毒感染后 一些长期的神经系统疾病的患者 我们提供了一个崭新的一个思路和治疗办法 那么这些人我们如何来改善他们的睡眠 改善他们的头痛疲劳感 那么我们下一步会进一步的进行研究 让我们恢复的更好 恢复的更快 好 也欢迎大家关注秀医生构化健康 我们明天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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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